它们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如果你有幸找到一只 可以说这辈子就发达了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那些全球最昂贵的白化动物 第五名 白乌鸦 俗话说天下乌鸦一般黑 但是遇见这只乌鸦就不一定了 浑身对雪白的羽毛覆盖 和旁边黑乎乎的同伴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只乌鸦是一网友 在日本东京拍到的 随着更多人知道了这个乌鸦的存在 起初还认为是白鸽 仔细辨认之后才发现是一只乌鸦 纷纷戏掩它 应该叫白鸦更贴切 由于乌鸦看上去很虚弱 日本的一位动物保护者 便将它捕获 进行照料 不久后 有人出嫁两百万日元购买此鸦 但被拒绝 随过这位保护者 就把痊愈的乌鸦放生了 第四名 极品白金龙鱼 如果一条红金龙鱼 能标降16万的价格 那极品白色金龙鱼的存在 就是有市无价 极品白金龙鱼就是我们所说的白化龙鱼 它全身雪白 身上没有一点杂质 油丝优雅 观赏性很高 嘴巴说带有两条龙须 名副其实的白龙 白金龙鱼的培育方式至今没有公布 就如同它的买主 也像神秘的配方一样 隐藏在一片猜测之中 唯一能确定的是 一条白金龙鱼的身价是31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218万元 这笔钱在三四线城市 足够买一套品质巨全的优质楼房了 第三名雪狮 又叫白化狮 上个设计在南非首次被发现 和常见的宗狮子不同 白狮的皮毛造就了它不凡和珍稀 目前全球仅存100只左右 因此就连一只幼崽都要大约15万美元 更不用提成年的雪狮了 它们的眼睛一般是浅蓝色的 有研究表明 白狮可能是一种远古的品种 生活在北极最较温寒冷的地方 被冰雪覆盖的野生环境中 白色正是当时生活环境 较为有力的保护色 后来经过生物的演化 这一物种逐渐消失 但白色皮毛的基因 仍存在于现今少数黄色的非洲狮的体内 后经人为饲养繁育 形成了现在威风凛凛的白狮家族 不仅有王者风范 而且显得高贵和典雅 比起雪狮在野外的驰骋 第二名就显得脆弱很多 它就是白化鳄鱼 眼睛如同红宝石一样在点缀身上 全身洁白如玉 资料显示 每100万只鳄鱼中才会出现一只白化鳄鱼 全球业近20只 因为白色的外表使得这些鳄鱼存在非常显眼 在野生环境中 不容易隐藏和伪装 同时 白色的外观也使它们更容易被太阳灼伤 因此 白化正动植物在自然界很难生存 因此 白化鳄鱼就只能生活在动物园里 过着饭来张口的生活 既是如此 价格9700万美元的白化鳄鱼 依旧是被偷走旗帜 至今下落不明 如果这还算昂贵的话 第一名就是实至名归 白化熊猫 黑白的熊猫 我们习以为常 可全身雪白的熊猫你见过吗 2019年4月 一台野外红外线触发相机 拍到了一张大熊猫的影像 从头到脚都成白色 眼睛为红色 全球仅一只 直到2020年2月份 又拍到了这位害羞的白色熊猫 只见那背对相机 安静的发了三分钟的呆 又瞧瞧离去 看见这只白色熊猫 好吧 连黑白相片都拍不成了 真是独作竹林如虎具 绿音树下养精神 他若不敢先开口 白饿也要靠边走 如果我说他敌 大家应该没二话吧 不知道你见过最好看的白花洞 有哪些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啊